美国自己初初以为他派一些军队去那些地方 是扮演解放者 以为自己是救世主 如果他是真的好像有些人说 为了阿富汗有人权 有民主 那干什么 现在一走料之 特朗普年代已经邀请特尼班的领袖 去白宫饮茶了 现在美国已经有人说拜登走错棋 因为 欢迎大家收看《系斯对话》继续是施老板 和威威的施老板 欢迎你 大家好 今集讲讲阿富汗 很多人都说美国政府很失败 不过你看数据 美国政府在佔领阿富汗的时候 其实他死的人数等于他死人 是COVID-19死的人数 阿富汗死了多少人 25万人 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失败 如果在军事来说 你觉得整个 不过最近就很悠孙了 事上他 在战利亚阿富汗很短时间一个礼拜左右 连同那些北方那些地区那些军阀 就南下灭了塔利班很短时间 但是这样不是等于他成功 孙子兵法有说 他说应该叫 战胜攻取 而不修其功者 空 就是你打胜仗 又攻占了别人的地方 如果你是不修其功 就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完成你原本的政治任务 使得那里的社会秩序重新恢复 使得人民的生活可以改善 经济可以发展的话 你赢了将来的结果都是很凶险的 那美国其实打胜仗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武器先进很多 你看他打伊拉克他好像打游戏机 那样而已 对着螢光幕 就可以射低地面上的坦克 那他是要打胜仗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他原先的政治目标是达不到而已 美国想在塔利巴 想在阿富汗建立一个 起码是亲美国的政权 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民主尊重人权 给妇女有一定的地位自由度 但是他只能够占领部分大城市 大部分地方他都控制不了 美国自己初初以为他派一些军队去那些地方 是扮演解放者 以为自己是救世主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他的军队去到很快发觉原来那些地方 那些人当他是外来的侵略者 是破坏了旧友的生活 令到有些人甚至说 哇你杀死了我的亲友 和他不共拜天 那美国的士兵去到差不多是 只能够躲在这个军事基地里面 平时就是出街都弹箭神经 所以他们知道这场仗是不得人生打不下去的 但是美国政府等着自己这么多钱 一定可以逐步建立 还有他们除了对军事迷信之外 对他的制度 对他的政治体系都认为是好过人 一定是被接受 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是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阿富汗根本就过着一些游牧民族 一些是一些部落 油长那些这样的制度而已 你要他一下子变成美国的民主社会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 美国在阿富汗举行过选举 选举完 连那个选举结果都迟迟不见他公布 一公布又打过了 所以他先要政治血伤 好像大陆一样 要分饼仔 这个做 我给你做总理 你给人做总统 那个做荣誉主席 那就排完饼仔 谈得便才可以开始的 不是说你想做就做 他搞了20年都搞不到出样 所以他其实是政治上 在阿富汗是失败 那是硬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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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不顶 就劈炮不理 如果他是真的好像有些人说 为了阿富汗有人权有民主 那做什么 现在一走就知道 所以其实他原有的安排是失败了 明白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他现在其实他讨论了很久 都是说要撤军的 那现在撤了军 其实有两样东西是埋伏了在后面的 第一就是就是他走了之后 塔利班 其实塔利班和新疆的疆毒分子 其实是同一类人的 其实是对中国不是一个好的局势的留下 还有另外一个分析就是他省下一些弹药 都是集中火力将来是要对付中国 就是他是全球的部署 未来就是集中火力对付中国 其实在塔利班这个整个部署里面 中国未必是得益的 是不是 你怎么看这件事 当然很清楚中国和塔利班的关系 比美国和塔利班的关系好 停火先是美国和塔利班去谈的 还在打的时候 特朗普年代已经邀请塔利班的领袖 去白宫隐探 希望他给美国可以体面地撤出 那去完美国他又去过中国的 那我不知道他们谈什么谈不谈得到 但是很明显中国和塔利班之间的默契比美国 中国本来是撤军而已 怕起来连大使馆 和僑民都撤了 如果他 大家协议撤军 你就撤军 你留在大使馆继续做事也可以 那中国反而可以留下大使馆 那中国不怕塔利班没有人性 将他就地处决吗 那为什么可以不怕 就是真的谈过 大家谈得有信心 所以中国和塔利班的关系 我认为有一定的默契 那塔利班早期是扶持过僵徒 因为大家都是会教徒 民族上都比较接近的 那但是现在塔利班是公开表态 但是它是会不让那些僵徒分子 利用阿富汗做基地去在中国搞分裂活动 也都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 那中国对阿富汗没有领土野心的 那中国我相信阿富汗是很需要重建 而中国在基建上是很有这种能力的 中国自己的基建做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中国那些起桥足路那些能力 如果没有自己没得起很浪费的 不止浪费的 产能过剩会造成经济停滞 人没有公开工人失业 所以中国的产能剩余的产能 那帮阿富汗做好基建 让它的产品可以卖出去世界其他地方 现在美国都已经有人说了 拜登走错棋了 因为阿富汗有一种稀土叫做利 你 你有什么用呢 就是做利电池 现在整个世界都说以后要不再生产 汽油那些车 那要生产电池车 电动车 那不只要有芯片 还要有利电池 现在它放弃了阿富汗 中国帮它开矿 另外阿富汗生产了很多铜 那中国也有用 所以中国帮阿富汗做基建 阿富汗就卖那些抗产给中国 都觉得其所 所以我认为不是说 这次不是对中国不利的 阿富汗是美国包围中国一个 就是反向的狮子 诗字本来是这样写的 现在它是这样写的 上面是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 越南 一直到印度 到中亚世界就有个阿富汗 现在这支钉被美国自己放弃 那中国反而世纯之路 越多了一个出口 以前唐山藏取西京就是经过阿富汗的 由新疆去阿富汗的 那一带一路 投一个站 那以后反而就是有利于中国 这个扩大对世界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未必是对中国不利 反而这次是美国退了出来 这个中亚世界的地缘政治 会出现一些变化 明白 多谢李斯老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